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这个女人是个抑郁症患者 她被困在隐形玻璃墙里 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一人三段位,两个房屋与外界隔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安哥为大家解说电影《隐墙》 珍妮与一对老夫妻朋友一起去旅行 同行的还有老夫妻爱狗大黄 开着车美嘶嘶嘶地穿行在山间小路 老夫妻把珍妮送到了狩猎屋 夫妻俩打算进山散步 谁知竟一去不复返 大黄不乐一去,就留下了陪珍妮 珍妮和大黄刚开始相处不算融洽 所有珍妮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珍妮被大黄叫声惊醒 珍妮推开老夫妻的房门 发现他们昨晚并没有回来 以为老夫妻遇到了危险 决定带上大黄出发寻找他们的下落 大黄在前面带路 珍妮穿着高跟鞋磕磕绊绊地在后面跟随 突然间,珍妮听见大黄在前面叫了一声 追过来一看,以为大黄受伤了 但看看前面啥都没有 猜测狗狗应该是咬到了舌头了 于是继续往前走 突然撞到了一堵墙 珍妮停下脚步,愣住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又用手摸了摸 依然还是一堵冰冷的透明墙 她顺着墙继续摸 就像在跳机器人舞 环视一下四周意识到这是真的 珍妮开始害怕 坐在路边平复心情 站起来查看以为是幻觉 但事情远非如此 这可怕而无形的东西让她束手无策 她迅速远路返回,寻找出口 突然看见了祥和的一对老两口 老傅坐在屋檐下 老头在井边接水 珍妮大声的呼喊 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墙外世界仿佛停止了 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 老两口像标本一样一动不动 珍妮感觉是被老天戏耍的小丑 始终不相信这一切 还在一次次的试探 到了晚上,珍妮躺在床上 那堵墙已经把自己困在了房间里 一点点的逼近 让她从崩溃的梦中惊醒 外界的恐惧慢慢袭来 第二天一早 珍妮戴上了望远镜 去看那形同虚设的老夫妻 画面依然静止 也动不动 珍妮猜测这个村子 已经被死神光临 包括自己 大概也已经死了 回过时大黄狂吠 仿佛发想了什么 一头牛直奔珍妮跑来 珍妮在这种境遇下 能有一头牛也是一件姓氏 况且还是一头怀孕的母牛 作为牛的主人 也就意味着要照顾这头牛 还给牛起了个名字 叫做贝拉 珍妮依然相信 现在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 又过了一天 珍妮试图冲出去 毫无意外的又撞到了墙 珍妮也受伤了 转眼十天过去 珍妮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 她找到了一叠纸 开始记录每天的生活 心情与思考 珍妮别无选择 最终只能接受 有时也会躲在被子里 偷偷哭泣 甚至想过自杀 一了百了 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因为她还有老朋友陪着她 就这样 她过上了日出日作 日落日息的原始生活 一天晚上 珍妮发现了一只流浪猫 决定收留她 现在一猫一狗一头牛 是她的唯一朋友 他们相处很融洽 珍妮会带着朋友 爬上高山牧场 俯瞰附近的整个地形 累了就躺在草地里休息 在阳光下睡一朦胧 看到天空的老鹰 为了生存 珍妮只好将枪口对着小鹿 珍妮一直被这个无形的墙折磨着 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盘旋 出于对朋友们的负责 珍妮只能努力生活 摘果子 蘑菇 土豆 看这个样子 日子过得也很不错 但是吃饭的时候 还是带着怨恨 也会一瞬间就崩溃 就这样 一个人默默感受 大自然的春夏秋冬 风雪不停地在小屋周围呼啸 珍妮躺在床上 听见外面有猫的惨叫声 提着灯笼跑出去 猫已经死了 原因不明 珍妮痛失了一位朋友 第二天 看见了一只狐狸 珍妮本来打算射杀 最后想到了拾取猫的痛苦 没有对狐狸出手 此刻珍妮是整片森林里 唯一可以左右公正与否的生物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 珍妮和贝拉成为姐妹 闲下来会给贝拉做做按摩 和贝拉聊聊天 一天晚上 珍妮听见贝拉发出狂躁声 她知道贝拉只是要生产了 珍妮用绳子 捆住小牛的前蹄 用力拉 嘴里还在为贝拉加油 不一会儿小牛降生了 这也让她以后又多了个陪伴 冬去春来 珍妮带着所有的朋友 一起搬进到不远的牧场 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想家的心情 和对未来的焦虑逐渐减退 似乎她开始变好起来 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里不受群山树木的遮挡 以开阔的视野瞭望 珍妮决定在这过世外桃源的日子 没事就和大黄一起散散步 和她坐在山坡上看看风景 或者坐在屋檐下晒着太阳 真正的去融入大自然 她战胜了自己内心孤独的灵魂 然而好景不长 有一天珍妮和大黄打猎回来 大黄朝着前面飞奔而去 仿佛发生了什么一样 珍妮跟着跑过去 只见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男人 拿着斧头对着小牛一顿烂砍 大黄飞奔而去 想解救小牛 珍妮在惊慌与愤恨之下冲回屋子 拿出猎枪把男人一强击毙 但为时已晚 大黄和小牛都已经奄奄一息 珍妮伤心的把陪伴自己已久的两个伙伴埋葬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思考 为什么这里会有同类人 安哥觉得此时她已经与动物融为了一体 对于她来说 那个出现的男人才是异类 是一个杀了她同类的畜生 自那以后 她每天只是一门心思劳作 想用劳累来掩盖悲伤 但是大黄奔跑的样子 始终在脑海里浮现 珍妮再也没有真正的快乐过 每天望着外面的白色乌鸦 感觉自己已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依然被困在隐墙里 无法出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结尾依然没有奇迹 她的纸张也只剩最后一页 母猫静静地蹲在身边 陪她写完最后一篇日记 隐墙上映于2012年 影片里的珍妮是一位自闭症患者 她把自己困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心墙里 很难与外界接触 内心一丝丝单纯 也被外界无情伤害 这是女主用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对生活的恐惧和渴望融入脑海 形成的一种虚幻想法 一人一狗一屋三参四季 可能正是她梦想的生活 她感觉自己在一个封闭状态下 是一种平静自然的生活 以及对自然生命孤独自我的思考与追问 这堵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存在 它是评判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根本 有的人会以清晰的思维 战胜这种无形的伤害 相反 却有人会钻牛角尖 把自己死死关在内心的角落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墙 就会趁虚而入 毁掉对生活的追求与美好 我们应该关注与了解抑郁症患者 尽可能地做到心与心的沟通与开导 好了 今天电影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